为什么王一博总是对主动表白的女明星望而却步,唯独对赵丽颖却有着深深的喜爱呢? 众所周知,她在娱乐圈的形象可是钢铁直男,但是,在赵丽颖身边她居然能秒变小奶狗,大暖男,而又为什么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与凤行》中,林更新竟然如此大胆地向赵丽颖表达爱意,甚至不掩盖地表示赵丽颖就是自己最喜欢的女明星,难道两人之间的CP感简直无法遮掩了? 说起赵丽颖和一众男星的关系,那可谓是女明星的中的香波波,她那可爱的性格,清纯的外表,让一众男星都非常喜爱 有人宠溺,有人偏爱,更有人直言非她不娶,林更新 最近的《与凤行》真的是把林更新和赵丽颖锁得死死的,距离距外两人频频撒糖真的是太满足粉丝了 而在幕后,林更新真的是掩盖不住对赵丽颖的喜欢,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宠爱赵丽颖 他们两个人已经合作多部剧了,默契无比,收割了一大波的CP粉 在电影之外,林更新毫不掩饰地公开称赵丽颖的才华横溢 甚至还屡次传出两人的绯闻事件 简直是热度报表,经过数月的紧密合作,林更新对赵丽颖的印象可谓是深刻至极 在拍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她是一位极其敬业的演员 她坦诚地表示,无论是在角色塑造还是剧本理解上,她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林更新甚至觉得与赵丽颖合作起来轻松愉快 对赵丽颖的态度有时候像想要保护妹妹的哥哥,有时候又打趣她 在赵丽颖面前丝毫不掩饰自己,相处得别提多轻松了 而且,借着近期合作,林更新和赵丽颖的互动也是相当频繁 之前赵丽颖荣获精英节,观众喜爱你演员讲 时,林更新立刻在微博上为她献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而当林更新的新剧上映之际,赵丽颖也会积极帮忙宣传 两人在微博上互相加油打气,宛如一对亲兄妹 哥哥全力支持妹妹,妹妹无私帮助哥哥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趣味盎然,王一博,极度双标 这个词用在王一博对赵丽颖的态度上是相当准确的 要知道,王一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大直男 王一博对其他女嘉宾可是一点情面也不留 常常闹出一串串令人捧腹大笑的事情 然而,这一切竟然都是源于她的腼腆 为了避免与其他女星们产生过多的身体接触 王一博都会和她们保持安全距离 但是,有那么一位女星却让王一博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 甚至在各种活动中主动上前与她亲近 这个人便是赵丽颖 王一博和赵丽颖是在热播剧有肥理结缘的 初次相见就让王一博对这位大姐姐心生好感 而一博对待赵丽颖更是体贴入微 在某次盛大的颁奖典礼上 王一博担心身穿长裙的赵丽颖会摔跤 便主动上前搀扶着她 王一博的这一暖心之举实在是让人感动不已 不过这种关爱似乎只属于赵丽颖一个人 其他女星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哦 面对王一博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 不少人都不禁猜测 难道王一博真的爱上了赵丽颖 在众多粉丝心中 若是王一博能够和赵丽颖走到一起 那简直就要天翻天了 何炯 除了谢娜 赵丽颖应该是何炯最宠爱的女人了 不仅私下关系特别好 总是最照顾她 而且还会在各个方面给她资源给她帮助 从综艺节目偶像来了中 我们就能明显看出何炯对赵丽颖的宠溺 知情 那时候 赵丽颖与谢娜的关系同样非常亲密 说不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何炯才会对赵丽颖特别照顾 再加上赵丽颖本身就是个人缘很好的女星 所以 何炯对她的宠溺 也就显得理所当然 记得有次他们俩还在玻璃窗前玩起了 亲亲 结果却被一些八卦党恶意炒作成了绯闻 实际上 何炯和赵丽颖之间的感情 更像是兄妹般的身后 借助何炯的这份宠溺 赵丽颖的人气更是如日中天 直冲云霄 但是为什么 何炯会那么热心地照顾赵丽颖呢 简直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那样 贴心呵护 不论是在节目中 还是私下生活里 何老师总是热衷于晋级所能去帮助赵丽颖 答案 其实早在六年以前 就已经揭晓了 那时候的赵丽颖 还只是出入演艺圈的新人演员 那时的赵丽颖 充满了稚嫩与青涩 刚刚展露头角 便迅速窜红网络 然而 网络上却总有些人对她恶意满满 似乎赵丽颖天生就是被黑的命 记得那是赵丽颖首次登上快乐大本营的舞台 身为主持人的何炯 看到她那副乖巧模样 心中不禁涌起深深的疼惜之情 她深知 赵丽颖出身平凡家庭 一路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实属不易 因此 当她看到赵丽颖在舞台上 依然保持着那份纯真与可爱时 更是心疼不已 自此以后 何炯开始默默地关心 照顾赵丽颖 给予她无尽的鼓励与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之间的深厚情感逐渐升温 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伙伴 陈伟霆 陈伟霆对赵丽颖的态度 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 偏爱 她曾经也坦言说自己最欣赏的女艺人 就是赵丽颖 那你是否还记得 他们曾有过两次合作 他们俩之间的甜蜜氛围 让人难以抗拒 说到赵丽颖和陈伟霆 共同出演的电视剧《老九门》 这可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这部剧里 赵丽颖扮演的尹新月 和陈伟霆扮演的张岐山 他们的情侣形象可谓深入人心 尤其是他们在剧中的互动 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佛业的一身正起 搭配上尹新月的深明大义 每一次的甜蜜互动 都让人忍不住感叹 这才是真正的荧幕CP 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赵小刀 赵丽颖似乎总是无法抵挡 陈伟霆的魅力 每次面对陈伟霆的调侃 她都会败下阵来 尽管如此 相反 她对她非常关心爱护 每次出席活动 他们的互动 就像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一样 让人看得心花怒放 例如 在一次采访中 陈伟霆主动为赵丽颖 调整话筒高度 还有一次 陈伟霆情不自禁地 抚摸赵丽颖的秀发 这一幕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在综艺节目 快乐大本营中的舞蹈表演 那满满的CP感 简直要一出屏幕了 还有一次 当记者问到陈伟霆 不犹豫地回答说是赵丽颖 虽然他们都表示 彼此只是好朋友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对他们的喜爱 最近 他们再次同框的照片 引起了一波回忆杀 让无数粉丝激动不已 那么 你期待 他们能再次合作吗 如果他们能够再次携手 相信一定会满足广大观众的愿望 同时也符合市场的需求 吴奇隆 当谈到赵丽颖时 他给予的评价 绝对是一个拼命三郎 无论拍戏的环境多么恶劣 他都会勇敢地去琢磨 去挑战 性格上绝不轻易服输 这点从他之前拍摄的花絮就能看出来 记得有一次 赵丽颖在马上中箭的戏份中 那匹马受精后将他摔到地上 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拍摄 此外 在拍摄陆真传奇期间 尽管他已经患有严重的腰伤 长时间站立 让他的腰部几乎无法挺直 但他仍然每天咬牙坚持 正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为我们呈现出了 众多精彩绝伦的作品 相比于一众女明星 赵丽颖绝对是吴奇隆身边最特殊的一个 不仅帮助赵丽颖扩大演艺圈人脉 更是直接给股份拿钱表重视 当时吴奇隆在 步步惊心里饰演的四野火了之后 他更是大展拳脚 成立了自己的娱乐公司 关键在于 吴奇隆对赵丽颖的支持与帮助 可谓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吴奇隆也毫不犹豫地达破常规 大放慷慨地让赵丽颖 仅用区区十万元就买下了公司1%的股份 这1%的股份 让赵丽颖的身价飙升至惊人的30亿元 足以证明 吴奇隆对赵丽颖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他未来发展的无比信心 吴奇隆不仅让赵丽颖 彻底摆脱了对资本的依赖 更为他在资本市场上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样的背后支持与战略合作 使得赵丽颖从一个普通艺人 蜕变为一个拥有卓越商业智慧的明星 张翰 说起南星对赵丽颖的态度 最让人想不到的还是张翰的说法 当张翰在某次访谈中 被问到对剧中角色薛珊珊这类女孩子的观感如何 他毫不犹豫地点头表示认同 然而紧随其后的一句话 却让整个局面显得错综复杂 扑朔迷离 但是呢 丽颖是不再考虑范围内的 此番发言迅速引爆了媒体和广大吃瓜群众们的热烈关注 甚至还加剧了大家对于二人大几率闹不合的揣测 然而现实的情况远非想象的那般简单 张翰并没有任何排斥赵丽颖的情感 相反 他是受到了媒体实时报道 以及误导性剪辑手法的牵连 后来为纠正这个乌龙误解 他毅然决定把真相攻读天下 其实 你看他对于赵丽颖的评价并不仅仅是负面的 还有一句被我们忽视的赞美 我觉得丽颖跟我相处久了 就像是好朋友那样的感觉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 赵丽颖并未选择退缩 在接受采访时 他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回击了张翰 同时也坚定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立场与独立精神 尽管两人之间的友好一幕CP 曾因这次风波而受到质疑 但他们依然携手共进 连续合作了两部剧 何炯一直是娱乐圈的楷模 敬业的工作态度 如今也让许多人望尘莫及 而他幽默又不失风度的主持风格 以及多年来积攒的良好口碑 也让他这几年的事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除了湖南卫视的各类重量级节目 需要他坐镇之外 许多平台的金牌网络节目中 也常常出现他的身影 他的高情商 也被众多观众乐意去为他捧场 不过 虽然何炯之前传过的绯闻很少 但近两年 关于他恋爱的传闻也是甚嚣尘上 有传言说他早已经隐婚生子的 也有说他喜欢同性的 不过 何炯对于这些传闻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这也让他的恋情一直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 而他的好友赵丽颖 可能也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直接在节目中问出了 何老师你什么时候结婚 让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何炯都傻眼了 居然需要他的老搭档谢娜来救场 当时赵丽颖一直在节目中和何炯吵CP 他在整理头发的时候 突然一脸认真的问着何炯 你什么时候结婚 何炯愣了一下 显然是没有料到赵丽颖会这么直接的问出这个问题 沉默了一会儿后 他有些无奈的回答 想想吧 谢娜作为何炯多年的老搭档 当即就明白了他的为难 看了他一眼后 立马就出来打圆场 因为他爱的人已经结婚了 他对结婚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在意 赵丽颖却没有看懂他们的意思 穷追不舍地问道 你考虑考虑我呗 何炯嘴唇动了动 手指也在空中比划了一番 仿佛有什么话想说 但最后还是憋了回去 谢娜看现场气氛有点尴尬 于是赶紧调节气氛 他爱的人是我 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他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兴趣 何炯为了让这件事情翻篇 也开始主动为赵丽颖整理起了他的麦 试图转移话题 但是谢娜却在这时开始和赵丽颖开启了玩笑 所以你又对何老师起了胆念吗 赵丽颖也很淡定地应对着 对呀 好在谢娜与赵丽颖的关系不错 两人就这么开启了玩笑 你这个人爱得太仓促 你是确实爱他 还是想借恋情炒作 让这件事在欢笑声中落下了帷幕 可见何炯和赵丽颖的友谊非同一般 不过后来在赵丽颖宣布与冯绍峰结婚之时 何炯却保持了沉默 等到赵丽颖生子的时候 何炯还是没有前去送上祝福 如今赵丽颖又离婚了 何炯依然保持单身 这也不免让大家为何炯的感情状况担忧 因此媒体也纷纷出动 试图发现何炯恋情的蛛丝马迹 深挖下去 倒是也发现了不少线索 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何炯与王晶的恋情 他们曾被媒体拍到了多次同框 而且相处模式很像老夫老妻 于是两人疑似恋爱的消息不进而走 除此以外 他们还被拍到跟朋友一起聚餐 外出旅游 这样的关系属实是有些亲密了 甚至还有何炯王晶 够新房疑似备孕的消息传出 这样的说法多了 外界也对两人的绯闻误以为真 而王晶作为杂志的运作总监 确实跟何炯有过不少交集 还帮他出版《刚刚好》 《最好的幸福》等书籍 两人的关系匪浅 传出这样的消息倒也是有根有据 只是后来何炯在节目中被问感情状况 何炯非常坦荡地否认了自己已经结婚的消息 这个回答也间接否认了自己跟王晶的绯闻 两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像媒体所说的那样 或许是何炯太过洁身自好 和女性朋友都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媒体也挖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后 就开始着眼于他和男性朋友的关系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有媒体爆料何炯深夜跟小鲜肉举动亲密 两人在大街上毫不避嫌 相互依偎而走 走了一会儿后两人还停下脚步 站在街边聊起了天 期间那位陌生男子还用手抚摸了何炯的脸 何炯也是习以为常的样子 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和男性朋友传出绯闻了 早在大学读书时 何炯就和主持人戴军非常要好 何炯主持的节目必定邀请戴军 何炯出版新书 戴军也一定到场宣传 甚至有媒体大肆宣传两人的绯闻 而他们都是主持界的才子 这也惊呆了不少观众 不过后来两人渐渐减少了交际 这段绯闻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而最让人震惊的 还是何炯与两位男明星的绯闻 何炯和景博然的关系 也很微妙 两人不但一起聚餐 还一起外出旅游 在景博然生日时 何炯也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少年生日快乐 后来的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并配上了三个爱心 如此暧昧的配文 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篇 而另外一位绯闻男友则是魏大勋 两人多次被媒体拍到同游日本 甚至还有路人的无意爆料 他们在机场偶遇何炯 上传了照片后就有网友询问道 他一个人在韩国不孤单吗 路人则回应说 何炯身边还有魏大勋 这也引起了网友热议 不过何炯可能是觉得这些绯闻 都是空穴来风 没有回应的必要 因此一直保持着沉默 更何况每个人都有选择 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结婚与否让自己开心就好了 无论何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只要是能让他感到幸福的生活 那么大家都会祝福他的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的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